女郎现役最优秀的三名中锋出炉 第一名是李月如 第二名是杭旭 第三名是年轻的00后刘于彤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第一位李月如非常的优秀 他最近在土耳其的联赛 凭借75比70赢下了对手5分 并且他带领的土耳其联赛球队 赢下了16分12格拉玛球 李月如在赛奖当中 他的实力是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的 提到李月如呢 他在国际大赛当中的表现力 以及在赛奖当中打出来的稳定性水平非常高 尤其是在国际大赛 相信很多资深球迷对李月如都非常的深刻 他的身高2.01 最优秀的来自于他的浪漫球 因为李月如足够的强壮 他能够面对日本韩国球队 完全的在内心方面把对方给顶出去 也就是身位将军很大优势 另外李月如虽然说呢 长得有点微胖 但是他的弹跳能力很厉害 另外 他的爆发力也非常的勇 因此呢 李月如有他在内心方面充当大中锋 女郎是打得足够稳 如果说在现役的女郎队伍当中找出第一中锋 我肯定会认可李月如 第二位 韩旭 韩旭要比李月如高了6厘米 他在赛奖当中相对瘦弱一点 但是韩旭 他有一手出色的中距离投射 内心方面呢 由于他的身高相对比较高 他也能够稳稳地拿住狼板球 另外 他的得分数据水平呢 更是相当耀眼 因此呢 韩旭也是女郎啊 必须得重点提拔 重点光照的一名大中锋 近期的韩旭呢 他为了去备仗巴黎奥运会的资格选拔赛 他也更是跟随着正位主教练 展开了严格的特训 因为韩旭 他的目标非常坚定 他在赛场当中一直以来打出来的水平都非常高 这也是大家看到的非常优秀的一面 另外 韩旭的团队配合能力非常强大 因此呢 把他称之为第二中锋 没有问题 第三名现役最优秀的中锋 他是刘于彤 为什么是零年后的刘于彤 不是其他的选手 因为刘于彤 他在大赛当中赢下过冠军 成都大运会过去的一年 冠军是由女郎拿下来 刘于彤含旭 两大中锋立了大功 因此 刘于彤是女郎未来最有潜力的大中锋 把刘于彤给提拔上去 大家觉得女郎还怕拿不到世界冠军吗 哪怕我们在世界杯 在之前输给了美国队 但是我相信 有了刘于彤的加入 有了这第三位优秀的内线选手的加入 女郎将会走得更远 赢得更加顺利 因此 这位跟姚明都非常应当关注起 刘于彤这名第三中锋 重点去提拔李月如跟韩旭 另外 在搭档上一名 刘于彤 相信女郎的阵容将会更加强大 赢下更多的冠军 认可的欢迎点赞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